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先来看国民党朱立伦今天南下嘉义跑行程 对于蔡英文喊出要在嘉义拿下六成以上的选票 朱立伦说嘉义是民主胜地 人民一定不会让民进党归往旁边 来看明镜 战 嘉义是 战 武艺人 战 军人南下嘉义参观阿里山森林火车车库园区 不只有交通部官员出席 前嘉义市长黄敏慧也全程陪同 两个人互动乐络 难免那能联想到传言说的 国民党打算在嘉义换将 换上黄敏慧出征 取代立委吴宇仁 这完全不可能 谢谢 谢谢 你们就等这一句话吗 吴宇仁已经长期在嘉义市耕耘 我想他虽然是不分区立委 可是他在云嘉嘉这个地方 他经营很深入 的确得到很多人的肯定 我相信他比竞争对手更优秀 所谓的换人计划 不是黄敏慧把吴宇仁换掉 是吴宇仁把吕金利换掉的换人计划 所以我们会来努力来实践换人计划 希望嘉义市由我吴宇仁来赞助这一期 吴宇仁挣钱换将的事情 可以帮我们郑重的澄清吗 吴宇仁就在我右手边 吴宇仁加油 谢谢 当事人都说不可能 朱宇仁也替吴宇仁背书 不过会有这样的说法 是因为国民党在南部选情吃忌 尤其民进党总统参选 参与喊出要在嘉义拿下六成选票 更让国民感倍感压力 既然是民主的胜利 就让民众有一个选择 不是滚往旁边 那我们也提出我们明确的一个政见 大家做一个选择之后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台湾的民主 会不会他们创新高 国民党创新高 我相信选举不是用喊的 那我们应该用努力的 就是说我们最大的竞争的对手 其实是自己 我们自己继续加油 就在蔡英文刚造访嘉义隔签 朱立伦马上回房 这场日轮大战正在加温 还有得大 我们看到朱立伦最近频频下乡 那么今天到嘉义来请教委员 你怎么看 民进党是不是有可能拿下六成的选票 是不是有可能 那再来就说 朱立伦刚刚也说了 这个选举不是用喊的啦 但问题是 他最近也都在喊啊 那到底你们现在情况如何 我要向大家报告 其实选举第一个动作 当然要先划啦 你没划不知道大家要做什么嘛 但是我要说 一个人不正直没关系 就是不能不要脸 我看到郭敏党的出现 他现在充满着一个政治的算计 他现在 他先说 不可以让郭敏党整碗旁 不可以让我们民进党整碗旁 很奇怪的是 当初马英九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说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现在他们执政了 立法院也整个都是 在国民党超过绝大的多数 他们说要完全执政完全负责 这不是整碗旁的是什么 那现在又要选择2016年了 现在要再算了 他们就说 不能让别人整碗旁的 很奇怪 他就可以 那为什么别人就不可以 他们没有去反省自己说 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 这八年的执政期间 为什么大家人民要去试变 这点他没想到 他只想说 不能让整碗旁的 这样公平吗 那重点是在于是说 他今天一出来发发而已 我们要讲的 现在把我们的八成当做傲人 把我们的百姓当做笨蛋一样 这是非常不对的 其实现在人民的选择权 可以说是非常的自主 他刚刚也说了 说自己是一个非常 自由民主的一个地方 民主选择 让人民去选择 那他既然会讲这一句话 给人民选择 那他为什么又要讲说 不要让政党整个整碗旁的 我觉得这个论调完全不对 那么既然要让人民选择 人民现在想脱下什么 脱下现在政党的任务是什么 都只像在问道友而已 选择的时间 你来一个 走一个 我有看 选择我来啊 但是你到底要带给人民什么 他不讲 他也没办法说 所以现在很多 我们台湾的百姓都在问 到底现在国民党 能为我们台湾人民带来什么样 的一个未来的生活环境 可以导致我们台湾人民 什么种未来幸福吗 不说啊 就好像他现在主席 他们国民党的主席 好像扮演一个救世主的模样 解释说他现在带川总统 解释你看看 我现在可以把我们整个救开 但我要讲的是 他不是要救台湾的经济 也不是要让我们台湾更能往前卖出 不是 他是要救国民党的选情而已 这样的话 对我们台湾人民公平嘛 话又讲回来 你国民党你现在要 跟我们台湾人民讲说 你给我们一个支持你们的理由 你说不出来嘛 八年了完全执政 完全负责 戴霍兰的起伤 现在连保育都有问题 现在变成保育总队 保育总队还没办法成立呢 不只这样 实质薪水也倒退了16年前 人民感受到的生活艱苦 看不到未来 难道他不知道吗 那他现在只是在一面的重务说 不要让所谓的一党独大 那现在重点是说 你现在就可以改的东西 为什么现在你不要做 难道还要再等到 所谓的2016选完吗 那2016选完 你们还是依然顾我 你不是还在骗表是什么 所以我们台湾人民 现在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一个政党 真的能听到人民的声音 而且能带领台湾人民 走向一个美好未来的一个政党 是的 的确啦 其实是不是国民澳澳 也是要看民众 民众是不是支持嘛 选票是不是支持嘛 那才有办法 我想想请教司纲 就是说朱立伦最近的一些论述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也很容易被戳破了 只是说他最近 用这种恐吓的方式 感觉比较不像执政党 因为没有看到他 就是说怎么样去回应民众的 一些诉求 也不见反省 那再来就说 那为什么吴玉仁会传说 要换成黄敏惠呢 那现在嘉义的选情 到底怎么样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吴玉仁应该是不会 被换成黄敏惠了 因为黄敏惠已经很早就说 他已经不要去选立委了 再加上很多 他已经做过市长了 然后基本上这个政治 本来就要一棒接一棒 总的老是一个人 去回国选同样的位置 那现在政治怎么样 去做流动呢 所以同样的道理 其实民进党也有同样的问题 那会不会说同样一个职位 都是那一两个人去选 翻来覆去 我觉得这是台湾没有办法 在政治上面 没有办法取得大家信任 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OK 吴玉仁在那边 已经敬意了很久 而且他过去曾经在中正大学教书 所以在地缘上有些关系 在他这四年 其实立法院表现 还算亮眼 我觉得还算亮眼 所以我觉得让他选下去 那会有这些传言是吗 也是内部的问题吗 不知道 这国民党就很喜欢讲 一些内部有的没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继续选下去 就是OK了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OK 另外再讲说 对于朱立伦 说他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坦白讲 他要先把国民党这个盘势 先把它稳固 他跟蔡英文不一样 蔡英文已经走了五六年了 他被选举选了五六年 他才一个礼拜而已 所以他第一步 是要把国民党的局势稳住 不管是北部也好 或是南部也罢 把原本国民党的朋友 把它找回来 你就说像云林的张家 还有嘉义一些在地的朋友 那个本来在过去 坦白讲洪秀柱在选的时候 有一点三心两意 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动 对于国民党主席 他自己去做候选人的时候 他就必须基本上 把选票稳固 把基本盘稳固之后 才有可能往外去拓张 但没有错 其实国民党过去八年里面 确实也做了一些 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到位 所以觉得朱立伦昨天讲的也很好 就是做的不好的地方 只是要反省 做的好地方要延续 比如说像两岸关系 如果说做的不坏的话 为什么蔡英文要讲说 维持现状呢 显然这部分是获得大家的一个认同 所以我觉得OK 你说大家整个一个党拿去 一党独大 我觉得当然不好 我觉得当然不好 这政治上本来要求制衡 但是大家看到 民进党的政治性 跟国民党不太一样 国民党在一党独大的时候 往往在内部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还对外的政治手段当面 常常比较柔弱 比较柔软 但是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时候 大家都看过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觉得最后的选票 民进党还没有一党独大过 基本上有在立法院里面 有占多数过 大家不要讲说 亲民党那时候什么司机 国民党那时候司机 但基本上还是一党归一党 那时候阿扁在前期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 是派的是人数最多的 所以曾经是占优势力量 不是独大占优势力量 所以我觉得独不独大 我觉得没有关系 基本上就让选民去做决定 是 来 请教瑞德哥 你怎么看 朱立文最近常说 就是说去恐吓 就是说什么 如果民进党执政 中华民国会不见 台湾无法安定等等 那这些恐吓性的这些论述 说实在的 对于现在民众 对于马政府的不满 感觉上都没有对到 就是说那个频道都没有对到 他的那个论述显然就是说 你会觉得 他到底民众现在的不满 他到底知不知道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嘉义县的这个选情 吴玉仁跟所谓的黄敏慧两个之间 是不是也是他们国民党 内部之间一些耳语 或者说幕僚传出这些出来 就是感觉上 都是在自乱政教 这个刚刚施刚讲得非常好 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候 他们的手法是比较柔软的 从朱立文怎么干掉 红旭度就可以看得出来 柔软到什么样的程度 手法细腻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我本身就是嘉义客户人 我们没有嘉义民众人 套一位我们自己的好朋友 他是嘉义死人 他的电脑合买就是141242 这就是说我们嘉义人的构型 为什么呢 我说出来的事情 有说一句 做一句 我绝对不会说到做不到 说一套 做一套 信用破产 开出的机票 全部都把他票 我没有说出利润 不过他的行为是这个样子 是没错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嘉义人可以没钱 不可以没国家 所以嘉义人他的民族斗性 朱楼山民族斗性是非常强的 那么这一次呢 包括这个朱立文 来到嘉义这个地方 很遗憾的 为什么呢 虽然是他的这个 所谓的立委候选人 嘉义市的立委候选人吴宇人 站在他的右边 所以这个朱立文特别说 你记者问他会不会换 他特别说 他现在吴宇人 不是站在我的右手边吗 各位不要忘记 洪秀柱还曾经站在朱立文旁边的正中间 你知道吗 还要在他前面 那个吴宇人应该看看洪秀柱 是怎么被干掉的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朱立文所讲的任何一句话 现在他的信用都是打问号的 我相信很多的选民 尤其是396万的新北市民 跟我一样 你会百分之百相信他所讲的话吗 好 为什么刚刚说 蛮遗憾的原因是因为 嘉义人重骨气 重正义 所以一定要尊重那种 非常讲信用的人 那么如果今天 这个陪伴在这个朱立文旁边 跟吴宇人旁边的黄敏惠 他嘉义市两任 之前当过立委 那么照理来讲 嘉义市毕国民党的田下市 那个等于说 他的黄敏惠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现在的嘉义市长 是哪一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 途刑者执政 嘉义市唯一的一席立委 是哪一党执政 是民进党执政 是李俊玉 那么所以嘉义县 在过去旁边的嘉义官 嘉义官两席 一席是陈明文 一席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汪从军 可是汪从军不占 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讲的 半夜吹口哨自己壮胆 那关民调就好 民调是一个 当然不是民调代表一切 还有八几天可能翻盘 但民调一面倒的情况之下 各位可以从这个地方看一下 很可能整个嘉义官区 全部全部都是绿地 可是也不要忘记 过去嘉义官是你国民党的天下 也不要忘记 包括台南 高雄都是屏東 都是你国民党的天下 今天为什么 一年复一年 一日过一日国民党被唾弃掉 你们自己本身要扪心自问 左水溪以南 有些只可能剩下王继石一席 你自己要扪心自问 那么今天朱立伦来到了这个地方 他自己本身 当然他是自己必须 先讲一些比较 能够哄抬 拉抬他自己跟国民党 甚至于地方立委的事情 他怎么不来到一个地方 来到一个地方说 没得到 所以大家要想尽办法 还是要撑到最后 他不可能这样讲 所以他一定要想尽办法 可是你们发现 朱立伦其实 人家都说他是 马英九2.0进化版 我告诉各位 朱立伦比马英九还可怕 马英九这个人的个性是 他讲了很多讲了很多 像他老婆说的 周美清在上一次 2012年的竞选册子里面说 他老公如果说谎的话 脸会红 会不会红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马英九的个性是 一意孤行 刚必之用 但是如果压力够的话 他会屈服 比如说白玫瑰运动 比如说红仲秋 废军法军奸运动 比如说30秒钟 黑箱过福吗运动 对不对 他会屈服 可是你从朱立伦的 这个角色看起来 不一样 你看他在国庆日那天 跟他隔壁的蔡英文说 我们必须要打负面的选战 我们应该打正面的选战 出来了以后 从他上上礼拜六 获得国民党征召到今天 所有的负面选战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朱立伦在打 你知道吗 然后他还到处在讲说 民进党打负面选战 民进党怎么样 什么意思 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两面性格的人 嘴巴讲得很好听 其实做得跟他讲的 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说他去看云林张荣卫 我不客气说 云林张荣卫 如果他有胜选 如果有百分之百的胜选 去年张立赛就不应该落选 然后今年照理来讲 就应该要选到底才对 好 你不选了 那么你现在因为 悟患心仪了 黄秀柱被人家强制的给换掉了 那么你上了朱立伦以后 照理来讲 最有拼命 你的对手可是前云林县长 苏志芬 那照理来讲 应该是张家俊出来才对 怎么会是你弟弟 这个牵扯到张家俊 自己本身的所谓家族里面 男生出国回来后 历练以后 他要让他们自己的 自己的孩子总上来 然后我跟你讲 地方派系所有的利益 绝对高过这个 所谓党的利益 在这次选举里面 表现得非常 大家看得完全透彻 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 张家俊为什么不选 我们稍后可以来详细讨论 但是我想请教仁俊 朱立伦最近打了一些 负面选举 说实在真的不太像是 一个执政党的 一个候选人 感觉像一个在野党 不断的攻击 那只是说 包括他昨天去云林 赵荣卫 你看又是这样 四十桌这样子 感觉阵仗非常的大 那只是说 这个之前宋楚瑜主席 也去南下 感觉要去这个所谓的跋庄 那现在朱立伦 一下下感觉又在收编回来 那只是说 现在看起来到底是说 所谓的朱立伦跟宋楚瑜 两人的这个中南部的基层实力 到底谁比较强 那宋楚瑜也说 这个他的民调 是比朱立伦还高 到底这民调怎么回事 应该是这样讲 我想朱立伦 现在的动作越大 看在宋秀柱的眼里 大概是越难过 因为如果当时 朱立伦所讲的说 真的国民党全心全力 去挺宋秀柱的话 那也不会有这样子 明显的一个落差 很多人都觉得说 国民党现在在做一个 非常负面的一个选举的操作 譬如说 这四个字 其实我讲实话 这四个字出在国民党的锤里面 有点怪怪的你知道吗 过去七年的时间 行政权是国民党拿走 立法权在立法院 何尝不是国民党拿走 你现在又滚了旁边 现在一天晚上 也是在你的手头 你现在告诉明 你520来进行 最后也还有六七个月的时间 国民党也可以展现一下 你给你这么多权利的时候 你可以做什么事 过去七年半你没做完 你没做好 那这半年你总可以展现一下 可是看起来国民党 当然没什么心要做 所以你今天去批评说 滚了旁边或怎么样 讲实话 我们当然觉得立法院 他需要有一个多数的声音 那也需要有一些 少数力量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就让选民 去做决定 所以我就想说 由国民党现在来批评 滚了旁边这四个字 老实在我真的觉得有讽刺 而且滚了旁也不说 民进党拿走 那也是民众认可 这票投下去才算 就是即使民众 即使民众没有给民进党 他给其他的 比如说像清明党 或者是给其他 五党联盟 或者给时代力量 其实我们看地方议会 都是这样 各个党派通通都有 可是我就还是强调 就以目前的整个政治的 现实面来讲 国民党的行政权在手上 立法权何尝不是在你的手上 因为你有立法院的绝大多数 可是你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在批评 你的行政做不好 你的立法意识效益不脏 所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我觉得国民党自己可以想一想 不过他如果会想的话 他也不会今天再搞这个了 老宋说的 宋这个民调呢 这个民调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讲 我想各党包含 国民党包含民进党 包含我们自己本身 也都会做我们自己的内部的民调 这样的民调 其实跟我们现在坊间所做的 事实上可能都会有一些落差 我们现在看到 比较台面上的这些 所谓的做的民调 我们到现在为止 比较认为它应该叫做看好度 是不是实际上的这个支持度 其实大概会到选前 大概一个月或两个 一个多月之后 会更明朗一点点 就亲民党自己内部 我们有做 有看过的一些的民调来说 确实就是朱立伦从他宣布 正式成为国民党被提名人 到现在为止 他在一些地方的民调 其实就我们自己内部来说 事实上并没有特别的 起色跟突出 以平均上面来讲 大概他跟宋楚瑜之间的 这个落差 甚至在中南部的部分 其实朱立伦事实上都还是落后 我现在还强调 就我们自己内部所看到的 这样一个民调来说 当然如果在跟蔡英文比的时候 那个整个的落差就会更大 当然朱立伦有没有 大家会比较关心 比如说像新北的这一块 就我们自己所内部 所能够掌握的这一块 事实上新北的部分 对朱立伦参选并没有 因此而被大幅的拉抬 甚至于我们自己现在平常 也在走地方 地方所以直接会告诉我们 像今天就有里长直接告诉我们 郭民党是在做什么 郭民党的里长你知道吗 郭民党今天做这个决定 已经把整碗饭都翻过了 为什么 比如说朱立伦惨烈登场 所以民众并不期待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今天到今天为止 我们只问一件事情好了 朱立伦今天要出马选的是什么 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是台湾的领导人 但问题是朱立伦 从头到尾所讲的每一句话 你看起来他都是只是为了 想要拉抬国民党 他今天大家也都质疑说 朱立伦你到各个地方去走 好像就是我立委的部分 去收编什么 我讲实话 您刚刚的问题 我现在回答您 您说是不是 这个狙几件去挺宋楚瑜的 现在把他拉回来 我们讲实话 挺有两种挺 有一种是因为利益而去挺别人 有一种是因为情意而挺别人 那大家想一下 现在会去愿意支持宋楚瑜的 请问他有什么利益可以给你吗 他没有什么利益 这十几年来宋楚瑜 其实有什么样政治权益 每次只要到选举的时候 就被国民党骂到臭头 可是到今天为止 都还有人愿意说 好我愿意去支持宋楚瑜 或者是什么 那些东西不是你今天出马 或什么的 我就有办法帮他拉 我们讲什么 站在台湾上小庭的 不一定真的给你听 洪秀柱站在朱立伦的旁边 连手都不知道举过几百次 到最后还不是被还掉 你会这样子去弄洪秀柱 其实看在国民党基层的眼里 这些人也会看在眼里面 你今天都会弄你最亲密的同志了 那其他人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民众的智慧 跟选民现在在面对选举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走的地方 我们认为他是已经 可以比较理性去看待这件事情 过去大家都讲说 我们到选举的时候 就得把它弄到蓝绿对决 什么东西就归到基本盘 邵子一吹赶快各自归队 去年九合一的时候 邵子差不多三四个月前 就开始嗶嗶吹 对 但是邵子可能吹就吹破了 你能吹吹吹吹到最后 对啦 归队归到别人那一队去 所以你看今天朱立伦 这个状况何尝不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 大家心里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现在在选的是领导 是国家的总统的选举 不是在做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 怎么国民党的操作 全部都是在要救国民党 台湾不是没有政党轮替过 台湾曾经政党轮替过了两次了 对 而且中华民国也都没有灭亡 事实上说朱立伦最近的论述 说的感觉都是在十几年前的论述 还是那种蓝绿对决 但我们要来看朱立伦昨天到云林 老县长张荣卫张家班全员到齐 洗开四十桌设宴款待 张荣卫胜赞朱立伦 事实站出来是勇敢承担 那么儿子张荣卫代解出征选立伦 绝对会陪着朱立伦一起打拼 2016的选战 来看VCR 朱立伦一下车 张荣卫立刻上前招呼 握手拍拍肩膀 两人就像老朋友见面 这一次总统大选 当然在云林地区 需要张县长有很多的一些帮忙 或者是告诉我们云林的一些需要 朱立伦谦虚来请议 张荣卫也没有施东道主的礼仪 自家庭院前洗开四十桌 包括明代乡镇长近两百人到场立挺 老县长展现地方实力 也把面子李子全做给了来访的朱立伦 朱立伦在国民党专业的中间 设施站出来 勇敢来承担 对台湾的政治未来 有一个新的希望 农伦可以背叛主席 共同来应付 2016年的总统和立伦的选戏 这一晚张荣卫 包媚张立善 还有张家俊跟戴姐出征的张荣奇 张家班全员到齐 住下换朱上之后 态度180度大转变 对于同事好友的亲民娘主席宋楚瑜 到底该挺谁 张荣卫这么回答 张荣卫建议泛兰能够大团结 但国亲要和以现阶段来说 恐怕比住下株上还难 好 我们看到 张荣卫是不是希望国亲和 但朱立伦昨天下去 那么是不是 这个所谓的拔装回来 拔装成功 我想请教委员 你怎么看 那么如果说朱立伦 这次出来参选 的确让他们国民党的 不管是内部或基层的 这个士气大为提振 但问题是张家班 自己如果说 真的是对朱立伦 这个士气有所提振 那怎么不派张家俊呢 张家俊不是现任立委吗 怎么会不派张家俊 反而去派他的弟弟张荣齐 这到底是哪一招 这真的是耐人寻味 我要讲的是说 今天谈刚才新闻日报说 今天一个栋梁主席 起到地坑 竟然是率领着张家班 率领着200个人的欢迎 我们都别人是选举的人都知道 一个栋梁主席都会搞证讨 200个人 我只有一个证讨 青菜的球也超过这些人 那怎么会是一个这么大的阵仗 而且是一个总统候选人 来搞你这才200个人欢迎 而且还讲的是习开40桌 那我要先讲的 如果是习开40桌 那在场面上 在这个参会的当中 有没有提到要大家 去所谓的支持朱立伦 那有没有牵扯到汇选问题 我们民政党在办一个 不宽餐会 剪掉的差 现在请40席都 去那叫人公开 要支持朱立伦 这些人都自己来的 还是落钱来的 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要说清楚 那重点在于说 今天如果今天张荣卫张家班 真的在云林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他不需要换人 我也说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朱立伦他认为他自己扮演 是一个救世主的角色 这就是最可能的地方 要救世主 他又救的又不是要救台湾 是要救国民党的选政而已 所以我们觉得 我给他比喻的就是说 人家现在包含到我们南部 分年也算南部 大家八成都在问 要做一个总统 你来夾进 不说就是你要替台湾做什么 能为台湾带来什么 你只说 希望说 立伦不要输得太坏了 让他来总统可以冲算 讲一个空泛的东西 台湾人民现在是没办法 去接受这些东西 而且他现在建议的 家里也在 像在大厨家的同样 家里在说摩天杯 我刚才主持人也说 都用卿 台湾选过这么一变 也两变的政党轮拿过了 中华民国到现在没得到 最含的是什么 連胡志强在选台中市长 也说台中市首位 中华民国也没得到 连盛文选一个台北市长 他也说如果台北市输了 中华民国也会不见 那怎么动不动选举 就拿来把中华民国抬出来 但是民众的经过这么多年的选举 真的会把你们的话 这种骗人的话 还放在心里面吗 所以我还要在很深入地讲说 人民这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一个好参赢 他可以带我们台湾 这个国家做什么事情 带我们人民 不求什么样的福利 你有把所谓的牛肉端出来 八成也才可以去选举 但是你跟这些没在意说 重点你到现在都没有讲 那问题又跑出来了 这八年 你们完全执政 真的是台湾人民看不见未来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 完全找不到说要支持国民党的理由在哪里 吴伯雄主席也讲过了 当初马英九当选的时候 吴伯雄主席也说 这是人民的选择 如果四年做不好 台湾人民可以用选票来让政党轮替 所以政党轮替是非常简单的事 那台湾人 台湾人已经又多给国民党四年 一共八年的时间了 八年的时间何其长 你们现在还不去反省自己 但是却又跟人民完全背离民意 听不见人民的声音 也看不见人民所需要的 你说八世现在还抬给你 只说抬给你 不要让他整个旁边 你现在把八世都动作笑 那百姓也不吃你这一套 是 来 请教四冈 朱立伦这次出来 说实在不是应该要告诉民众 未来要把台湾带领到什么样的方向 但现在显然好像少了这方面的论述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个云林的张荣卫 他找了张家俊的弟弟出来选 那照理说如果说朱立伦出来 这个士气正好的话 不是应该张荣卫 就应该出来连任吗 不是这样子吗 又摆了一个弟弟出来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是 又这么的年轻 那问题是 那云林民众难道就可以说指望说 这位张荣卫出来的话 可以为云林地方相信 做些什么事情吗 还是说是在维护他们自己 张家的政治派系利益呢 第一个我觉得每个候选人 都有他自己人生规划 我们现在坦白讲 也没有什么法律说 让一个人从第一次选举 就选到他老死为止 我觉得没有这种假法 可是他觉得很年轻吧 那我觉得每个人他一讲了 他之前在脸书就讲 他人生最精华的这十几年 都在立法院 那他是一个 我觉得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规划 实在也没有权力去逼迫 每个人说一定要选到底 我想政治就是 民主政治非常现实 就是每个人只觉得 这个时候他自己站出来 觉得愿意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奉献 觉得有人生其他规划 去做其他事情 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 所谓什么利益或是这个问题 你像那个周锡伟 他就是拍拍拍灰灰衣 他就不再继续做政治的事情 可是国民党继承 大家都没有人吗 难道就只有张家吗 所以我想说云林 就是有张家能选 国民党其他没有人能选 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的问题 我觉得是国民党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一个地方也好 或是在一个区也好 你有没有其他的人 能够接棒一棒一棒之类的来 那是没有错 你说这个时候 你说张家在找他弟弟出来选 我觉得也是临危受命 没有一个家族 或者没有个人去选举的时候 想要去打一场败仗的 大家都觉得说要耗枕以霞准备好 这样才会去上阵 所以我觉得张家最后 也是情意相挺 相挺朱立伦 情意相挺国民党 那当然这个短时间之内 你再找其他的战架能够赢的 坦白讲真的不好找 真的不好找 要找的话找就找到了 我觉得选举这个时候 有一些自然的规律 我觉得这个时候 就是按照那自然规律去进行 那第二个 我觉得那当然朱立伦 现在才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他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觉得在国会的内阁制方面 他也讲了 那至少我觉得他在一步一步 会慢慢把他的话讲出来 把他政策讲出来 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蔡英文 已经开始了选举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了吧 他做他有什么具体的证件 什么都要开国事会议 年金改革国事会议 核电国事会议 那我们就选一个 国事会议的主席好了 那我们大家也看不出来 蔡英文假设执政之后 他会带到什么地方去 其实坦白讲 如果跟蔡英文跟宋楚瑜比起来 我觉得宋楚瑜的执政路线 会比较轻视 来 林仁俊 你要先补充 今天一讲宋楚瑜清晰 我就不好意思讲下面 对 跟蔡英文讲宋楚瑜 宋楚瑜确实比朱立伦能干多了 刚刚因为四冈兄提到了周锡伟 周锡伟当年为什么 灰灰衣袖不带走影片 他是委屈的 他是被不断的被讲说 你的民调 他在出来选其他的 你的民调很低很低很低 而且换掉周锡伟的人 就叫做朱立伦 现在不也是这样吗 洪秀柱也一直想选 然后到最后也是因为被讲说 民调很低民调很低被换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 其实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我说实话 党的成败是一件事情 各自一定会为自己的政治生命 跟他的政治前途来做打算 我觉得我这样讲合理 在座大概都观察选战这么久 如果党真的扶不起来 很多人其实就会切割 为什么 最少我地方服务做得好 最少民众愿意认同我 所以那就分裂投票好了 党你不一定要投给他 但是最少你票投给我 可是当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他都已经评估到说 我可能连这张票都拿不到的时候 我就会表态就是 那我干脆就不要选 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这次在 你会看到很多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过去他其实服务也都做了 可是他为什么不愿意再投入 这一次的选战 当然很多人会讲说 不会啊 你看他这样子后来还是推出来 可是在过去的那段时间 你看嘛 都已经所有人居然跟着一个国民党 一直到选前80天 80几天 90天 才突然表态要选举 这种而且已经表态说好 我愿意选择 有没有实质上动下去 有没有实际上在地方 你问到我才知道嘛 大家都在这个地方走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一个的表象 我说一个表象就是说 因为朱立伦他已经跳出来了 所以大家好像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国民党一定要强力动员嘛 如果你今天动出来的人数 比当时红秀柱还难看 你就不用换嘛 所以我觉得刚刚刚正清委员讲的 这很重要的嘛 200人一个董主席 现在运动是要2000的人出来才对 不是200人 200人真的会再逗给你 又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我觉得整个国民党 他现在如果他的选战的主轴 只是一直在强调说 国民党不能垮 那我们现在要救国民党的立委 其实他能不能引起选民的认同 事实上不要讲说朱立伦怎么样 我认为就最少到这个节骨眼上面 朱立伦都还没有表达出来 他今天参选是为了中华民国的前途 为了台湾的前途 那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比他有资格 去竞选这个总统的位置 对 来 瑞德哥 那现在看起来张荣 这个张荣齐出来 感觉上是要去维护他们家的政治利益 但是他这么的年轻 这个没有经验嘛 那感觉上就是说张荣卫派他出来 是让他来练习用的是不是 做热声 以后可以再为自己的政治这个家族 前提利益再做打算 我刚刚说过了嘛 因为那个张荣卫 张家斑 他在云林有一定的地位 分临分三派 那其中一派是张家斑这边 他们确实有他的影响力 而且长期以来在立法委员这一块 甚至之前张荣卫当县长这一块 在地方确实有经营 这是不能抹煞的 可问题是他今天的对手 是前云林县的县长苏志芬 他也有自己的支持者 而且完全都不哑于你张家斑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张家俊 我们不客气说 你跟他打都不一定能赢了 更何况是你挣钱换将 如果你今天是张家俊 重批战袍出来的话 那可能态势会不一样 那你今天换你的弟弟出来的话 就是张家要延续 他们自己家族的政治生命 通常会以男生来取代女生 这个是家族的一个考量 就算这次不上 我下次议员选举 我一样可以翻盘 议员选举里面不只是当议员而已 一样要当所谓的副议长 议长 张话不就这个样子吗 对不对 我的儿子一样可以当议长 可以当副议长 所以事实上他们有自己家族的 一个政治生命的延续 他们自己的盘算 事实上刚刚讲到一点就是 朱立伦这次在用恐吓牌有用吗 我告诉各位 2000年阿扁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会当选你知道吗 他是什么当选的 一个是李远哲帮他助选清新牌 一个就是恐吓牌 那个人叫中共的国务院总理 叫朱镕基 他在选前突然间开个记者会 直接用像土匪一样的那种 嘴脸直接恐吓台湾人民 如果你选个台独的话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各位 他这一个记者会 可以至少值30万票的助权 为什么呢 台湾人的个性就像水牛一样 你对水牛好 他就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做到死都没给你埋怨 就算心里有万般不厌不情愿 他还是滴地做滴地做 但是如果你太过分的话 他有两支给你打 而且他给你打的时候 他绝对不怕你的 所以在用状况之下 你如果还用这个所谓什么 中华民国牌 还在打两岸牌 我告诉各位 刚刚四刚一直讲 这个所谓的什么 维持现状是什么样子 小英文是空的 请四刚去看一下 蔡英文到现在所提出的 食衣住行育乐老人保 这所有的这个证件 我到现在还看不到 朱立仁比较具体的一些政策的部分 那个是他以前提的 我到现在只看他提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 所谓的两性妇女政策 是下辈子请他太太 不要嫁给他 不过2016总统立委大选 对国民党来说 最大的变数 会不会是换柱风波的 所谓搓汤圆事件 我们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国民党换柱风波 特征组上午传唤告发人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他强调 手上掌握两位红阵营的幕僚 的确有相关录音带 另外民进党团也质疑 国民党秘书长李四川给叶匡时 3000万的政治献金 过程疑点重重 来看VCR 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独自献身特征组 因为他告发国民党的换柱风波 涉嫌违反政府总统选霸法 他要带来新的证据 当然不是路易党 是谁知道是否有录音 这些事情的一个关键人物 我觉得你那个名单 会提供给特征组 会 我会把名单提供给特征组 当然就是我当时有所讲的 可能有AB两个人知道 有这一件事情是否存在 不但掌握的确有录音的讯息 对于洪秀柱办公室顾问叶匡时 收了党中央3000万的政治献金 更是觉得疑点重重 大家认为这个时间点对吗 10月3号朱立伦跟洪秀柱见面 要求他退选 10月5号马上就拿了一张政治献金 要给洪秀柱 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实在不通 第一 到底总共要给洪秀柱多少 第二 总共几张 第三 何时付完 第四 为什么以前都不给 等党中央朱立伦决定换柱以后才给 这一些必须要给国人一个清楚的交代 随着特征组展开调查 换柱风波的疑点也越来越多 到底是不是收鸣压腾 就等待特征组给个答案 好 我们看到国民党现在呢 似乎是陷入了换柱这个搓汤圆的事件当中 特征组正在调查 来请教委员你怎么看 这个录音台好像红幕僚那边 红振营的幕僚他们说是有 再来就说 这个录音档当初是怎么样的过程去录音 谁录音恐怕这恐怕都是要调查 再来就说三千万的支票 那么为什么是在换柱之前 突然给这样支票 感觉上这个搓汤圆的市政 是不是相当明显 我要跟大家讲说 这就是始祖的所谓的搓汤圆 今天如果要参加过的选举 还是在基杉的选举 如果有听过就是说 很多人说联合起来说 还是说要叫什么卖算 一定要支付它相对的一个对价关系 这一个吉好仪 那么吉好仪一定会先问说什么 不然你加进是花多少了 也就是说先把它之前先花掉的 先去把它做一个结算 就是说 有可能说我现在在花两千万 说两千万说好 不然三千你先花 那么三千先花仪是什么 就是你选举这一段期间 所付出的一个款项 但是还有后续 后续他没可能说 你只花那一千万 你要叫人下来 你总要有相对的报酬给人家 所以我要讲的是 到底后面还有多少张支票 到底他这几张支票 什么时候付完 我觉得检调单位 应该要更加的去查才对 那么我们回想一下 当初洪秀柱 他开始参选总统的时候 一共讲了几次 五次他说 他不会拿党部的一毛钱 我要讲的 选一个总统是国家的总统 要花多少钱 你说你要自己花的 政治现金也不宽有多 还不知道 你说我就不拿所谓的 中央党部的钱 好那到现在 不是打脸了吗 你说现在 叶匡时去跟中央党部 说要去借资三千万 我要讲的 九月二十五号 开始就已经有换租风波了 你明知道要换 简单的讲 这一段日子你根本没有活动 而且你的账户里面也有钱 哪有需要这三千万 那更何况的重点是说 叶匡时 他现在他在扮演 所谓他只是一个顾问吗 不是 他不是一个顾问的角色 如果顾问 选记也都知道 我们的顾问也一堆了 他一个顾问就能够去跟中央党部谈说 孝参医要给你资三千万 那10个顾问 不就都比三亿了 那绝对不是 所以他一定有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是洪秀柱说他不知道 那不是谁相信 骗鬼不吃水 连这样说话要说给小孩听 小孩也不相信 那重点就是说 而且国民党讲 你今天如果是换住了以后 所谓的这个选总统 他未来的所谓的政党补助金 是全部收归国民党自己用 你一毛钱也拿不到 那既然这样 你选去欠自己的 你把国民党资金 然后开业的你连天要资金 不可以用政党补助金来还你 你不是在选大头的 所以这个逻辑完全不存在 那我在这边还要讲一个真相 当初 当初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谁 这个叶匡时 他是跟谁 跟李四川秘书长 拿这一张三千万的支票 理所当然 今天洪伴说他不收 洪秀柱不收退回去 常理 我今天跟谁拿支票 我这张支票要还给谁 他跟李四川拿的支票 我要还给李四川 但是他没有 他拿给谁 他拿给所谓的 他们国民党的行管会的林又贤 林又贤是谁 林又贤是当初原本是 新北的主纪处长 到退休以后 然后朱立伦他们的主席 把他沿染到国民党的行管会 去处理党产这一块 所以林又贤他深受了朱立伦的重用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 今天你这张支票 你为李四川的手拿来这 要提醒人 哪有张三拿的拿给李四 这情理于不合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求 你今天你林又贤出来接这张支票 你林又贤何其大胆 没有人的授权 你敢拿回这张支票吗 那你得到谁的授权 那之前他为什么要拿给你 是不是朱立伦主席另有授权 所以我觉得检调单位 应该要把这相关人士 好好的一并查清楚 而不要在那边打迷糊仗才对 来请教斯刚 现在这个所谓的录音党 红正义幕僚说有 但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有这个录音出现呢 也就是说当事人双方是不是有了解 到底是哪一方在录音 这可能是一个疑点 那再来就是说三千万这个支票 如果说真的这样看起来 的确是有这个戳汤圆的嫌疑 但如果真的特政主将办下来 对朱立伦来讲会不会盲刺在背 第一个我觉得有录音带的话 如果是以当时媒体所描述说 国民党之间内斗非常厉害 对不起不会给民进党 早就被丢出来了 在这个全代会之前 早就录音带全部出来配合媒体 说朱立伦用什么方式去劝退洪秀柱 对不起 但是这地方就到此结束 所以我们录音带 其实根本不用去查 只要我们让这个逻辑去推就知道 国民党内部如果真要政治斗争 录音带就是很好的工具 今天轮不到给陈丁飞 拿去告这个特政主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如果我们刚才委员讲 为什么是李四川给他 然后他这个叶匡时 去还给另外新闻会的主委 代表这是一个公开的事情 不是说不是一个私相授受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劝退 假如我劝退这个 我要劝退抹A 对不起我一定私底下给他现金 票据是有交换记录的 谁到谁 谁开出去到谁的账户里 一清二楚 有这么笨的人 就要去劝退别人的时候 去开一张票 告诉大家说 请大家来查这张票的金流怎么走吗 但是在换住之前 说给这么一张支票 到底用意何在 这个是时间点的问题 因为其实这个 洪秀柱的竞选办公室 坦白讲选招后面很辛苦 小额募款并不够 然后他也讲说 他不要拿党部的钱 所以党部觉得 他到底9月份 7 8月份这样累积下来 其实很多的钱要付了 所以党部就觉得 觉得他这样很幸福 所以他用那3千万 是让他之前的一些竞选花 被他去顾一顾这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总统的那个补助金是回党部 不是回到他个人 所以他这样没有钱选举 那当然就是李四川 就给一张支票 给当时的内部实质的竞选总干事 但是洪秀柱他说他不要 他说他不要靠党 OK 再加上那个时候 你说外面的传言要去换柱 所以他说他不愿意 所以叶匡时当然把这个钱 把这个支票就退给新婉会主委了 他新婉会是负责这个金钱的调度的事情 所以他是觉得直接还林宥贤 不还李四川是觉得不用再进一手 都一样嘛 都一样 所以显然这不是一个内部的事情 再来叶匡时事实上内部 其他的竞选干部都知道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个只有三四个人之间知道的 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说你说是要拿这个三千万去戳 对不起我觉得洪秀柱没那么便宜 他今天也努力了大半年 你说只给他三千 对不起我是他的话我也绝不接受 他林讲他五亿都不接受 他这三千万怎么会接受 所以我觉得站下这个逻辑推 OK没有关系 我觉得要打这种乌贼战也好 或者法律战也好 或者故意打这种用绊脚石的方式 去打乱别人的选举步骤 我觉得OK都没有问题 我希望这特征组 速查 速决 然后赶快把这事情落幕 我觉得对于腾提费也好 也是给他一个清白 也证明说他到底是不是无报 来请教瑞德哥 你看这个特征组 是不是真的会办下去 还又只是虚晃一招 但如果真的办下去 那对朱立伦来讲 那盲刺在背 这个现在选举时间已经不够了 我最不能接受 朱立伦跟国民党里面的人说 是这个民进党这边 故意用这个滥用社会资源 司法资源 故意要拖延 影响这个朱立伦的 整个选举的这个行程 为什么呢 这所有的一切不就是 洪秀柱在10月6号凌晨1点50分 发的脸书 里面所写的那一句话吗 党内同志用所谓的搭档跟资源 来怎样怎样 那我呢 我是完全不干的 对不对 那这句话很抱歉 不是疑问句不是问号 这句话是惊叹 是肯定句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党内人士 有人用搭档或者是资源 来是否要说服我 但我拒绝 我这个人洪秀柱很有骨气 拒绝 我相信秀柱姐 他自己本身 应该有那个道德勇气 然后站出来说清楚 党内人士到底是谁 如果没有这个党内人士 你说你随便写写 那就是你说谎 你的诚心破产 我相信他不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呢 如果没有这句话 请问哪来的官司 请问哪来的 就算是台联的周宁 还是民进党的陈廷飞 100个去选举 特殊组都可以不要理他 没有任何的证据 当一个当事人 而且主要的当事人的一方 甲乙两方 你其中一方都已经在脸书上写这个 下午才在所谓的记者会里面 讲这个东西 那么当然它是有依据的 特殊组本身 其实就可以简报侦办 尤其是牵扯到总统副总统 选举罢免法 当然 那3000万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国民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除了媒体报道之外 不就叶匡时的一次脸书 一次公开出来说 第三次就说尊重司法吗 我告诉各位一个迷思 跑司法社会新闻 27年多以来 我告诉各位 很简单 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所谓的保守秘密 那都是骗人的 那是军公教人员 才必须要遵守 一般的国民党 只是一般的社团 你照理来讲 你应该公开 你整个流程是怎样 当男女双方分手翻脸之前 男方如果拥有 所谓的经济的命脉 他第一件事情 一直断断经脉 请问你 当红秀柱要换掉的时候 不是先把他的行程给砍掉 澎湖 桃源全部都砍掉行程 然后清秀柱奖团 跟党有关系全部召回吗 把他所有的资源全部断断 就算这笔钱是9月 所谓9月30号开票 10月5号 这个李四川叫叶匡时来拿 当时就已经要把他给砍掉了 这笔钱给的时机怎么会这样呢 他不是连人跟时机 情绳都要砍掉了 怎么还会把这笔钱给你呢 何况这笔钱是 红秀柱未来当 未来这个选举完以后 从他的选举补助款里面 要扣除的压 他根本就不会代表国民党去 而且可能也完全没有 这个所谓的选举补助款 所以你莫怪人家会起人移动 其实现在很多的讯息 都来自于国民党自己本身 那么现在特征组要查 那到底是不是真会查下去 那么另外呢 红秀柱又去告了媒体记者 但是恐怕讯息来源 还是会回到国民党中央自己 我想任俊回应之前 我们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特征组争办换柱万涉嫌 搓汤圆的我想紧要仁俊 现在对红秀柱来讲 是不是会陷入一种尴尬的情况 还是说他觉得 可以对党中央有一个 至少可以复仇 感觉上心情上可以平复 因为那天他记者问他 有没有什么资源交易的 他说鬼啦没有 但问题他之前自己 有讲了一堆对不对 什么资源搭档 这是他自己讲的 所以其实尴尬的是我们 你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 该相信谁说的 因为每一个听起来 都是出自于当事人之口 为什么一开始大家会去质疑 你讲说其实这种谣传或什么 私底下大家会传会听 还真没有看过一个当事人 自己公开讲说 就是刚刚瑞德哥所讲的那一大段 也没有看到一个居中协调 当事人自己出来讲说 有真的拿了一张三千万的支票 所以我刚刚四岗兄所提到 当然是常理 就是按照逻辑来推论 可是请问过去这段时间 请问国民党有什么逻辑吗 红袖柱被出现之后 也认为按照逻辑来推论 红袖柱是不可能被换掉的 按照朱立伦公开说了这么多次 尤其在换掉红袖柱的钱 那么两三天 还弄了一个台商挺住大会不是吗 那按照逻辑来讲 大家也觉得不可能 都挺成这个样子 结果对不起这个逻辑是假的 为什么 他要换就是要把你换掉 而且甚至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 其实在他喊要支持红袖柱的 那个前面的几个月 他陆陆续续都一直在私底下 跟红袖柱讲说 我觉得你民意要不好 我觉得你要 我告诉你大家对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这些红袖柱也没有 对他竞选团队的人讲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尴尬 是很多人在替国民党 就是替那一张三千万的支票 在做解释 可是请问 谁看过那张支票 除了当事人 叶匡时吧 谁看过那张支票 红袖柱应该也看过吧 李四川看过 李四川因为他交给他的 对 那至于还有一个 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 李又贤 李又贤他看过收了 其他的 包含斯邦亦也没看过吧 所以这张支票上面我们也质疑 那到底抬头鞋是什么 他也不是仅仅 不是 这是 但是他们讲 这是叶匡时 你有看过吗 没有 你有看过吗 叶匡时 你也没看过 是叶匡时 叶匡时的说法 叶匡时的说法也很怪 我们就讲他的说法 为什么我讲会尴尬 就是这一点 你前面写的一刀 听起来都很合乎逻辑 而且是选后 就是由这个所谓的竞选补助款 就可以还给党中央 红袖柱主头就说 这个竞选补助款 他就不会进到他自己的账户里面 国民党就会按照网利 就会拿走嘛 所以怎么会有 从里面还的问题 除非红袖柱这个钱 本来是会拿走 你才有所谓归还嘛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很多的逻辑 听起来好像都对 可是没听起来